接下来可能还是要请各位动手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现在的这些档案 其实没有跟你本机里面的档案结合 它是跟我这台电脑结合 可是我这台电脑你现在是连不进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去修改 修改我们这个幕后资料夹所在的位置 所以这是变成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要做资料清理之前 你一定要拿到完整的资料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怎么做这件事情 针对当你打开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说 当你打开椅子要打开的时候 你是没有任何的辅助窗格在右边 请先点资料显示窗格 这边就会出现活跃部查询 针对这个活跃部查询下面这一个 公司设立登记清测2021 请快速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去直接进入PowerCrate编辑器 请注意哦 基本上我们的课程几乎都会落在这边 可是这一个档案 这一个档案 请你去看一下 这个视窗左边有查询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新查询 右边有这个套用的步骤 第一个就是来源 你看一下这个来源 你先看 这每一个动作 其实它都是一个程式化 举例来说 就像我刚刚我们是不是用 取得字一个资料夹 它就自动帮我们写成Folder.files 然后一个什么路径 可是这个路径 就是这个资料夹 其实是我这台电脑 ASUS是我这台电脑 所以现在我要请你们 先换成是你们的资料夹 所以修改 修改曾经里面有的步骤 怎么修改 修改方式其实很简单 就是快速点两下 我要修改来源 就快速点两下来源 进行这个资料夹来源的修改 所以快速点两下来源之后 这边有浏览 请找到你自己的 这个本机下载 里面公司2021底下的这个资料夹 请你先不要去做这件事 请你 对不起 这样会产生误解 就是说请你先 先连结到这一个 因为这个资料夹里面资料比较小 我怕到时候等一下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去做2013 所以请你现在就先点这个 下载底下公司2021 底下这个资料夹 确定 确定 我现在其实感觉是没有做任何动作 但是事实上 你们现在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好 请问 请问那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已经到这一个画面了 因为做完就是来源的 那个更新 就先看这个资料夹 先打托 如果以示范 就能夹起来 可以 看到这个资料夹 上车 下车